田纳西州纳什维尔3月27日发生校园枪击案后 警方28日确认凶手是28岁的跨性别人士奥黛里黑尔 而他之所以对曾经就读的这所私立基督学校发动致命攻击 警方称可能是出于怨恨 且事前经过精心策划 警方表示 枪手是纳什维尔居民 在此次案件之前并没有犯罪记录 虽然凶手的目的地很明确是学校 但并没有特定的被袭击者目标 是随机开枪 纳什维尔警察局发布了和案件有关的监控录像 显示黑尔在当天驾驶一辆本田汽车前往该校 约10分钟后 学校内部的监控录像捕捉到一扇门的玻璃被枪手击碎 枪手反着身子穿过其中一个门框进入楼内 警方说 他手中有三件武器 其中两件是在纳什维尔合法获得的 警察迅速被派往现场 在学校二楼找到枪手后将他击毙 墨西哥总统3月28日表示 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一个移民居留中心 遭担心被驱逐出境的移民放火点燃床垫 引发了火灾 以造成至少40人死亡 这是该国移民居留所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事件之一 华雷斯城与德州埃尔帕索仅隔着一条街 是美墨边境移民的主要过境点 据墨西哥国家移民局称 火灾另外造成了29人受伤 伤势从轻微到严重不等 该机构说 在火灾发生时 有68名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男子 被关押在该设施中 根据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份声明 该国移民当局确认死伤者来自 威地马拉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其中 威地马拉人最多 美国与日本3月28日宣布达成 关于加强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协议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说 这个协议可以通过确保美国及其盟友 在关键矿物上不依赖其他国家 是历史性的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美日两国将避免对出口到对方的 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锂 骨 猛 镍和石墨 这些关键矿物征收出口关税 并就解决非缔约方影响 关键矿产贸易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国内措施 以及与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有关的问题 双方还将就外国实体在美日领土内 对关键矿产部门的投资进行审查的最佳做法进行商讨 并将分享有关这些关键矿物供应链中 潜在的老公违规行为的信息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CAR的最新数据 上个月南加州房价小幅上涨 这是自去年春季以来的首次上涨 该地区2月份现房销售价格中值为74.5万美元 环比上涨0.9% 房价上涨主要归功于圣地亚哥 圣贝纳迪诺和河滨县的房价上涨 数据显示洛杉矶城县和文图拉县房价环比下降 南加州的房价自2022年5月以来连续8个月 呈自由落体下跌 当时达到了84.5万美元的历史高位 全州范围内 2月份房屋价格中值为73万5千480美元 环比下降2.1% 远低于去年5月份90万美元的记录水平 也有迹象表明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稳定 加州的房屋销售开始再次回升 CAR表示 2月份全州现有独栋住宅的销量增长了17%以上 南加州的销量增长了超过9%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月28日表示 该公司将重组为阿里云智能 淘宝天猫商业 本地生活 菜鸟 国际数字商业 大文鱼等六大业务集团 每个业务集团将分别有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 这些部门将能够进行独立融资和IPO 该公告显示 阿里巴巴集团将全面实行控股公司管理 张勇将继续领导这家有24年历史的公司 并兼任云智能集团CE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